女人被男人撩死,心理想法多半是这样的,你体验过吗? 当一个男人看上一个女人后,一般都会主动采取行动来获取她的芳心 有句话说,男追女隔成三,女追男隔成三 这说明女人不是这么好追求的 就算她对你有好感,也得经历了一定的考验 让她体会到了你的真心,才会慢慢的接纳你 一个优秀漂亮的女人是有很多人追求的 那么女人遇到这种事的时候,她是怎么想的呢? 一起来看女人被男人撩死,心理的想法多半是这样的,你体验过吗? 一,被自己不喜欢的人撩 当被自己不喜欢的人撩死,女人的心理一般都比较反感 和讨厌的心里没有一丝喜悦,觉得她的行为 让女人很难堪,也很尴尬 被别人知道的时候,她觉得特别丢脸 好像自己变成一个笑话,只想马上离开,转身就走 一刻都不想逗留,本来在日常生活里见面都是迫不得已 所以怎么会接受她的追求呢? 这使女人的内心比较愤怒,很想把脾气发在对方身上 但奈于自己的形象,就忍了下来,然后决绝的转身走了 二,被自己没有什么感觉的人撩 一个女人被自己没有什么感觉的人撩,她的内心是很平静的 激不起一点波澜,感觉对方就像是在和自己开玩笑 然后慢慢的转移话题,和你说些别的,缓解彼此之间一时的尴尬 在她心里对你的撩,既谈不上高兴,也谈不上讨厌 只是觉得对你没有什么感觉,所以不来电就拒绝了 其实这时的你还是有机会的 只要耐心的守在她的身旁,对她好 有可能她会为你敞开心扉的一天,不要着急 三,被自己内心喜欢的人撩 当女人被自己内心喜欢的人撩时,她是很高兴的 有可能都激动的,不知道怎么说话了 但出于女人的矜持,她会表现得很正经 让你看不出她内心的喜悦 我想此时的她,恨不得马上和你拥抱 因为她终于等到这份心意已旧的恋情 还有一种状态就是,对你突然的表白 她愣住了,大脑里全是懵的,一时反应不过来 不过这一点骗不了人 你仔细观察一下,她会面红耳赤,心跳加速 不敢直视你的眼睛,头一直都是低着的 不想让你看到她的窘态 如果撩后是这样的结果,加油追吧 你们很快就能在一起的 结语,女人在被撩的时候 不管多么不喜欢对方,一定得注意延迟 不要伤到别人,毕竟喜欢你是她的事 不接受才是你的事 在对待感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持一颗认真的心态 不要觉得好玩或者想征服她,而拿感情开玩笑 要知道在感情世界里,谁都经不起伤害 喜欢就大胆的追求,不喜欢就不要去招惹 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